快 揚州有三角 前程高是一角 油香沐壁的入口即化 中國高等絕品精華 保證吃的是說不出話 一層一層 對 程度很多 而且薄得像紙一樣 對… 乾隆皇帝下江南 六次都來到了揚州 是因為這裡的美女特別多呢 還是因為她要來捍衛 滿清的大豬頭 釣魚台誰的 釣魚台是乾隆皇老人家的 揚州出了三把刀 菜刀 修腳刀 剃頭刀 揚州更出了三顆頭 獅子頭 鱗魚頭 還有大豬頭 我偷問一下 請問妳哪裡最好吃的 今天的中國大體驗 不但要到揚州去找茶 更要前進壽喜湖 看看乾隆皇帝老人家 到底在這兒鬧了什麼大笑話 上有天堂 下有蘇航 不到江南你人生枉然 長江下游一直是 中國最富裕的地方 而且這裡的美女 可是中國的經典中的經典 連乾隆皇帝老人家 都特別喜歡來到這裡 想要知道江南怎麼玩嗎 跟我們一起GO GO GO 位在長江下游北岸的揚州 面積大約是台灣的三分之一 也是中國二十四個 歷史文化名城當中的一個 這裡的風景特別的明媚 自古以來更是人文繪翠 水洋帝在這兒開著了 金航大運河 從此之後在揚州變成了 南北水運交通的重要樞紐 到了盛唐時期 聚集在揚州的阿國商人 多達數千人 李白 杜甫 白居一等人 也在揚州留下了大量的詩詞 而經濟文化都發展了 極為繁榮的揚州 到了清朝 更成了中外商古雲集 富可敵國的一方 經濟富裕的揚州人 自然而然就開始 懂得享受起生活了 美食 美景還有美女 是揚州生活必備的條件 而菜刀 剃頭刀還有修腳刀 更成為了全中國 無人能出其右的揚州三把刀 菜刀 剪刀 修腳刀 剃頭刀 殺豬刀 這枝頭上一把刀 三把刀 三把刀 到處都掛著三把刀的招牌 老闆娘 到底什麼是三把刀啊 楊州菜刀就是 廚刀 修腳刀 修腳刀 就是這三把 三把刀也就是我們楊州傳統 就是說三種手藝 楊州廚師好 楊州修腳好 楊州修腳好 可是你什麼刀都賣啊 什麼刀都有 過去枝頭街 過去都是打鐵的 什麼刀都有 只要跟刀帶點邊的全都賣 我們賣的都是有廚房用具啊 還有家庭用的菜刀啊都有 哎呀 這個什麼玩意啊這個 這是夾拖把的啊 夾拖把的也有 然後這個也很特別這個啊 還有青螃蟹的工具啊 吃螃蟹的也有啊 這又啥啊 這又啥啊 這是差異部的 哎呦 差異部的 最近不跟刀掛上邊了 也有在賣 什麼都賣 那怎麼大家都會在這邊賣刀呢 是 現在大家都下崗啦 沒事做啦 就回來就把門面開下來做生意了 所以這把這三把刀一條街 也是最近才開始的啊 最近幾年才開始的 原來這有哪三家 最早的就是我家一家 一家我家就是 一次就是保持開了 老店啊 老店 對 我們是季四代 您是當家的嗎 掌櫃的 掌櫃的 對 別惹毛他 他家刀很多 沒想到揚州古代美食 美景美女特別多 街上賣的刀更是多 整條街上琳琅滿目的刀刀剪 在古代的時候 統統是為了要伺候這有錢人家 比個頭 這神清氣爽 修個腳 通體舒暢 如果家裡再養一個刀工 了得的大廚師 生活就過得愜意的不得了了 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 到了今天 享受生活 已經不再是有錢人的專利 如果說生命就該浪費 在美好的事物上 那揚州人還真的是打從一大早 就開始浪費生命喔 現在是早上7點多鐘 現在已經市井 已經相當熱鬧 其實揚州人非常會過生活 怎麼說呢 一大早一定要這個皮包水 皮包水就是這個胃囊裡面裝水 就是上茶樓喝早茶 實在不是我在說 這揚州人的生活是不是真的 那麼閒啊 一大早才7點耶 茶樓裡面的客人已經坐滿滿的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看不到臉上的表情 因為每一個人都被桌上 那沉沉疊疊的蒸籠給淹沒了 店裡頭的客人的嘴巴沒有停過 廚房裡師傅包餃子的雙手 更是忙不了丟 第二個我也要入境隨俗 學學著揚州人一大早就早茶去 揚州人的早餐非常的豐富 不是像我們這樣子一個三明治 一杯豆漿就可以解決的 你看這早上就吃這麼精緻啊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大肚乾絲 燙乾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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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吃法 燙乾絲把它拌開 來來來來 動手 它為什麼要拌開呢 這個是植物蛋白 它這個高溫 植物蛋白 高溫燙了以後 超過80度的蛋就要凝固 但是打餅就不好吃了 要吃得比較鬆散 它這很講究的 這個是 這個是富春的一個特色 富春的燙乾絲 比別的地方燙乾絲都要好 這下面這個醬料是什麼 它就是這個配置的 專門配置的醬油 它這個 獨家秘方啊 這裡面有商業機密 商業機密問不出個所以然 沒關係 重點是好吃就行 看似簡單的一盤燙乾絲 之所以能在強調細緻的華洋菜裡頭 佔有一席之地 全都是靠著揚州師傅的俐落刀鋒 一塊厚不到兩公分豆腐乾 揚州的師傅可以用菜刀 先片成30多片的薄片之後 再切成現一般的豆腐絲 接著放入雞湯裡慢火微煮 讓乾絲充分地入味之後 趁熱上桌 這嚐起來的口感 我只能說 好滑嫩 胖的劑 它綿暖 它就要放下去吃的感覺很爽 因為現在講究生活 講究營養 它是脂肪蛋白 不要防止它有什麼吃高脂肪 什麼山高的 吃的話絕對沒 但是那個 痛風不能吃 痛風患的不能吃 這個味道相當迷人 還有其他的 其他這個像這個四個小店 四小圍店 四小圍店 叫開胃小菜 開胃小菜也是我們揚州 百年老之後 一個工廠生產出來的 這個原生家 這個叫螺絲菜 形狀像螺絲吧 也叫薄茶菜 也叫薄茶菜 那個是四井菜 那個是葫蘆 它四小圍店是開胃小菜 這吃起來很像那個 很韌 很鮮韌 很脆 鮮甜脆韌 我不會形容它 沒吃過這東西脆脆的 它鮮甜脆韌 這是它的特色 而且這味道 很像我們的花博雞 可是就是更脆了一點 這是配西飯的嗎 我們從小都吃這種 都吃這種薄小菜長大的 還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 水晶小肉 看起來顏色嫩紅 從誘人的水晶搖蹄是利用師傅 精選的豬前蹄肉 放進已經流傳了 數百年的獨家秘方中 加以醃製一段時間之後 等到搖蹄呈現 半透明的顏色之後 才可以上桌 不過好吃的水晶搖蹄 除了製作過程相當的繁複 就連吃法也沒那麼簡單 吃這個的時候 把薑絲放一點上面 然後加一點醋 味道更鮮美 這個小肉吃在嘴裡面香酥 這個薑早晨是開胃的 也是開胃的 所以要一定要沾這個鎮薑酥 在揚州的飲食文化中 有那麼一句話說 晚吃蘿蔔 早吃薑 不用衣食開廚房 可見這揚州人對於吃這檔事 不但要色香味俱全 還得吃著養生 才能夠吃出健康來 不過我早茶也已經40分鐘了 我肚子都已經8分滿了 沒想到這兒才吃完了開胃菜 一旁的服務生 將熱騰騰的蒸籠給送上來 早茶的重頭戲 菜要正式展開 千層油膏 來 你嘗嘗看 這個 千層油膏 它有千層 好綿 很鬆軟… 一層一層的 對 層出很多 而且薄得像紙一樣 對… 這樣我怎麼捨得吃 這很好吃的 您做這麼細 我怎麼捨得吃 這要不要沾什麼 這個不需要 不需要 展現了環洋菜麵臉的精細 這是你們的三角之一 一般的話 蔣是蔣千層 一般的就是 蔣六十四層 裡面蔣就是六十四層 它就是通過磁工杆 它是澆麵的 發酵的 很鬆軟 它吃起來很像我們台灣的花粿 可是它就是一層一層的 手工非常的細 雖然說這千層油膏 嘗嘗起來的味道 跟咱們那個台灣的花粿 可是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吃進嘴裡的口感 卻有著大大的不同 層層分明的麵皮 帶著清爽不溺人的酥油香 一口咬下去之後 這鬆軟柔嫩的油稿入口即化 天滋滋的香氣 也頓時溢滿整個口腔 讓人想不吃第二塊都難耶 這揚舟第一捲 果然夠絕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就有做功課來的 這叫翡翠燒賣對不對 對 也是三角質 這有特別的吃法嗎 沒有 吃就是怎麼吃 就這麼吃啊 來… 關鍵就是皮薄 皮薄透著綠 這沾醋吃嗎 不要… 一口咬下去 它一般是甜甜的 它這是甜的 對 甜甜的 不要以為它是鹹的 它是甜的 像雪梨紅 真的 可是是草糖 包在裡頭 這個叫翡翠 是不是因為它就是裡頭 綠綠的這樣透出來很漂亮 對 翡翠橘子顏色 翠綠 翠綠透著綠 一般來清爽真的有綠發黃 這個是綠的 特別脆 說真的 活了這麼大 我還是第一次吃到燒賣的口味 是甜甜脆脆的 在薄到半透明的餅皮裡 包裡的蟹是揚州特產的梅嶺菜 摘下葉子剁碎之後 再加上豬油 火腿末 純白糖 再加上少許的鹽 做成一個個小燒賣 等到客人點菜的時候 再馬上放進蒸籠裡頭燒 燒個十來分鐘之後 這顏色碧綠有如翡翠般的小燒賣 就出爐了 而正當我還忙得不可開招的時候 吃得滿桌子茶鐵 咱們熱情的大哥忍不住了 又想趕快推薦另外一決給我吃 這個是山丁包 山丁 山丁包 也是富城的一個特色之一 它裡面有選丁 肉丁 雞丁 山丁 來… 來…別光兇 要吃 用雞丁 筍丁 還有豬肉丁 當作餡料的山丁包 來頭可不小 據說在當年外表平凡的山丁包 可是乾隆皇陶老人家 每天指定的御膳早餐之一 據說他老人家形容這包子 是 形容得這麼有才氣 我是辦不到 總之就是吃起來有雞肉的鮮香 豬肉的肥美 還有筍子的脆嫩 鮮中帶甜 油而不膩 香濃可口 這樣就對了 花了兩個小時吃了三十幾道菜 最後再來一杯清香順口的葵蓉豬 去去油 節節膩 茶餘飯後的我終於深深體驗到 揚州人還真的是愛早茶 每吃過這麼豐盛的早餐 都是早餐 揚州附近有美食 還有美景 有美女 我們一起到送幸福裡面去看看 有美女 嗨 嗨 rah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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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信的 要你一字清大了 親大親將同她的 要你一字送她的 我們知道前輪皇他老人家 非常喜歡揚州 他總共來了揚州六次 地方官的一些復古 還有一些嚴商 就為了巴結他老人家 於是就把這個碼頭 直接蓋在他行館前面 方便他直接從這邊走下去 就可以遊歷這邊的揚州風景 看到沒有 浴碼頭 這個碼沒有這個十字編 不是因為它是簡體字 而是因為當時前輪皇他老人家 就是踢到石頭 於是下令這個石頭給拿掉 如果真的要說起歷史上 這位風流踢踏英俊瀟灑的前輪皇 六次下江南 來到風光明媚的揚州城 所留下的趣聞意識 到底有多少 那還真是三天三夜都聊不完 而在整個揚州城當中 又以這個壽溪湖的景區 最討乾隆皇的歡心 我很好奇 這小小的壽溪湖 究竟是有什麼樣的魅力 竟然能夠讓一位大清王朝的皇帝 心甘情願舟車勞頓的三千里 也要來到這兒來度假享樂 話不多說 咱們上船去尋找答案吧 自古揚州初美女 難怪秦仁皇大哥有人家特別喜歡來喔 哪裡啊 揚州初美女就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美食和美景 那我們揚州的美景呢 有很多屬不勝數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看的壽溪湖 就是其中最美麗的風景 旁邊那柳樹 綠樹林蔭的特別漂亮 對啊 這個柳樹呢 本來就是水的靈魂 我們說什麼呢 柳樹一般都站在水的邊上 為什麼呢 多情緒是揚州流 你看沒有人把柳樹比稱是揚剛的男樹 都像婀娜多姿的少女 對著水面怎麼樣呢 梳妝打扮 其實是自己頭長髮像長髮一樣 所以說呢 綠揚城或是揚州 自古就是揚州的名道風景 所以你的心腸腳步對著 一眼看來就是揚州最美的柳樹 難怪呢 有人就特別選在這拍婚紗照 對啊對啊 好一句多情最是揚州流 景不迷人 人自迷 在這樣地方拍婚紗 想不浪漫都不行喔 畫坊緩緩的前進 天空飄起了小雨 悠閒的錯飲一杯茶 耳中聽見的是一段悠揚的樂曲 就像我們講的 楊州八怪就是一個代表表 正滿強的說了這樣一句話 就像我們講的 楊州八怪 就像我們講的 就是一個代表表 正滿強的說了 這樣一句話 他說千家洋女先教曲 哎呀 家裡只要生了女孩子 首先一件事情要教她的曲子 那麼先說彈琴 琴喜書畫 他是擺在第一位的 所以你們都要退彈是不是 剛剛一個說 楊州的退彈鼓這個人很多 那麼這個琴呢 它包含了鼓琴 但是後來發現了 對於女孩子更適合的是爭 所以說楊州自古初美女 它是秀本會中有提醒 其實楊州不只初美女 楊州也孕育出歷史上 許多有名的文人默克 像是李白 杜牧 歐陽修 蘇東坡 鎮板橋 一直到近代的朱志青等人 都曾經在這兒留下了 不少珍貴的遺跡還有篇章 先不提那上百首的詩詞 內容有啥 這壽西湖光是這名字的由來 就夠有詩意了 話說這清代的文人汪漢 從杭州來到梁州遊玩的時候 就把原名這寶藏河的壽西湖 拿來跟杭州的西湖做比較 而它寫下的垂陽不斷皆纏無 厭齒紅橋演化圖 也是蕭金一鍋子 故意換作壽西湖 這首詩將寶藏河的美 形容得一點都不輸給杭州的西湖 所以從此之後 人們就把這條河 改名為壽西湖了 來 下面就是壽西湖 最美的風景的地方了 所以我們現在去看一看吧 這就是國華中的景象 對 楊國風景的文化 本來就是如此 今天而且秋高氣爽的 我覺得天氣不錯 一對小雨其實滿浪漫的 往上走的地方 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楊州都出的都是延商 延商看到皇上很喜歡園林 聖上之樂在於山水 所以他在旁邊 揮一百萬斤爭一夠園 後來我們講 園林多是宅車馬是無船 其實咱們這首詩不一樣 這樣很慌 哇 所以它今天形成這樣的風景 基本上可以說 都是在兩百多年前前往 就已經這副樣子了 基本上差不多 應該說只有我們現在更好 陳麗說得一點都不誇張 像當年在大清王朝的時候 揚州一代的延商復古 家財萬貫的程度 可一點都不輸給皇帝老子 可是君主專職的時代 不巴結一下皇上怎麼行呢 所以就算揮灑萬金 這群富商們也要把這個壽西湖 弄得跟天堂一樣 而爭相建源的結果 便造就了這面積30多公頃大的壽西湖 兩堤花柳全衣水 一路樓台直到山 這樣的狀況 放眼所及的美景 再加上自古揚州出美女 這也難怪 前輪皇他老人家會阻礙揚州 而六次下江南 我可不可以特別問一件事情 前輪皇他老人家這麼的 這麼的親愛美色 他有沒有在揚州 有什麼紅粉至極 這個恐怕只能看西湖了 那煙花三月下揚州 它是真的三月的時候 就會有那種煙花嗎 其實這個李白的千古歷句 不知最到多少文人莫刻 包括包括今天很多來揚州的遊客 都是這樣的 想煙花三月來 但是很多人就說 什麼叫煙花三月呢 對啊 不就是煙花 這古人說時間的話是什麼呢 是英力 農力 所以說真正煙花三月 到了現在我們的公里來算的話 已經是四月份了 夏天 而是春天 還是春天 對 但是那個時候是什麼呢 是柳樹最漂亮的時候 所以有人就說 這揚州人喜歡栽柳樹 那個時候正好是柳樹飛的時候 所以說柳樹飄洋 如煙似物 這個煙花 不是我們那個放煙火和煙花 還沒有這個煙火 不過這是第一個說法 還有 有人說什麼呢 那個時候揚州 就是說發揮特別多 所以是繁花思煙的景象 當然還有一點季節特徵 那個時候是煙雨萌萌 所以說是煙花三月 不管怎麼說 相信李白 它一定是描寫的春天特有的 這種美好的意景 這是可同人的 好 所以不要寄望三月份的時候 來這邊看煙火 煙花三月才想著 枉費人家的詩仙 李白形容得這麼的唯美 我卻把它想得太過俗氣 還真的是失敬呢 聊著… 咱們的畫房拐了個彎 眼前的景色霍然開朗 左邊的小金山 是當初富商們花錢挖河道 再將多餘的泥沙給堆積起來的 如此大費周章的原因 只為了讓千榮黃桃老人家 可以在這兒欣賞浩越東深的美景 而小金山 在末端的吹台更成了千榮黃桃老人家 最愛釣魚的地方喔 釣魚台誰的 釣魚台是千榮黃老人家的 千榮黃特別喜歡在這地方釣魚 所以這叫釣魚 黃尚愛在這釣魚 可不是沒有原因的 仔細瞧瞧這座涼亭 三面淋水分別開了三個圓框 而就在這方圓當中可是暗藏玄機 你看出來了嗎 先從正面看過去 前方的正圓形框中 堪稱是揚州城輝的舞亭橋 橫波壁沃完整路徑 一旁的圓洞則因為角度的關係 而稍微變成了橢圓形 可是遠方高聳陸雲的白塔 卻又剛剛好的成了橢圓框中的竹井 就這樣框中有井 井中有框 中國園林建築上的借井手法 在釣魚台上這座小涼亭 表現得是相當的淋漓盡致 這邊就已經到了著名的二十四橋景區了 有二十四橋嗎 沒看到啊 二十四橋它是我們當年文人杜牧 留給我們後人的一個千古之謎 其實說到二十四橋還是非常有名的 在唐詩 宋詞裡面都有這樣關於它的記載 不是真的有二十四座橋在這樣 原來到現在為止 其實關於二十四橋一直都有爭議 所以它現在還是一個千古之謎 有這樣一個說法 什麼呢 就是當年文人像杜牧說二十四橋明月夜 那麼他這個文人而言 可能只是為了施的押韻 比如說南朝484 那可能就是多的意思 不一定是缺切的一個數字 但是還有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就比較浪漫了 當年是說隋陽帝下揚州 說它在一個月夜就和二十四個宮女 吹消於一座牆上 二十四橋 二十四橋 其實二十四橋正確由來 到底是什麼呢 我想也不是那麼的重要 最重要的是 在壽溪湖這裡的一景禮物 一樹一橋都是那麼的詩情花意 每到讓人渾然忘記時光的流轉 有人說揚州的壽溪湖 晴湖不如雨湖 雨湖不如夜湖 幸運的我已經見識過了 萌萌西雨當中的壽溪湖 現在也該是領略夜湖之美的時候囉 你們唱得好棒喔 謝謝 您唱的什麼戲 我唱的是我們揚州地區的地方是揚劇 揚劇 好聽不好聽啊 好聽 就是聽不懂 聽不懂 我這個是演那個叫古裝戲中的圓橋 圓橋 這個是古裝戲中一個勞動人名是 他是滑獎 稱存的 所以我這個打扮就這樣 他呢 就是仙女 他馬上又併了 仙女好 仙女好 這位是北娘娘 你好 你好 還有這一位是缺品之馬官 之馬官 你能不能教我唱一句啊 可以啊 簡單一點 因為我姿勢不好 茉莉花會唱嗎 茉莉花 好一朵梅 那不一樣 好 叫你唱一個揚柳青好不好 好 簡單就行 東莊的大哥 窗啊雨漫娘 那哈又那哈 會不會 東莊的大哥出演呢 東莊你的大哥出演呢 春芽雨漫娘 好 拿一下來 好 看什麼音樂 那哈他提онч的那哈 一朵來 吃 quart 你要唱一朵 dalej 風雨風雨 鬆鬆雨情人 咕咕仰流夜子 親安啊 氣氛輕鬆愉快的洋具 帶出了揚州人樂觀開朗 天真浪漫的一面 劇團的夏老師說 他們一群人幾乎每天晚上 都會在壽西湖上做表演 一方面可以讓我們這樣的遊客 更近距離的接觸到洋具的文化 另一方面對他們來說 也算是勞有所樂 自娛於人 更讓壽西湖的夜晚 生動活潑了起來 這麼一說 還真是一舉數得 全程不到五公里長的壽西湖 卻可以讓人 就算待上一整天 也不會想離開 咱們這一位攝影大哥 跑遍了中國大江南北 他拍過的湖泊何其多 就是沒有個地方 比得上揚州的壽西湖 那麼水媚柳柔 多情依舊 我和壽西湖有個約定 那就是明年的春天一定要 燕花三月夏揚州 我和壽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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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吃太好了 四湖泊加蟹滑 蟹滑 豬頭 豬頭 我問一下 我問妳 妳問妳 妳不要吃 妳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我們壽西湖 妳知道 妳知道 妳可以知道 《壽西湖》 妳知道 妳可知道 你可知道我们羊肉 还有这三头 猪头 鱼头 狮子头 扬州的三头宴 可以说是华阳菜戏当中 最精湛的演出之一 原来看似廉价的食材 只要经过扬州师傅的 巧手烹调之后 马上就可以摇身一变 变成连乾隆黄套老人家 都赞不绝口的宫廷御膳 够厉害了吧 而到底这三头宴的来头是什么 跟着咱们下去就知道了 师傅 为什么你要瘦肉跟肥肉 分开啊 它这个是比对一 但是瘦掉四层 肥掉六层 肥肉六 对 瘦肉四 还要分开的 这个口感会不一样吗 对…因为处理得很滋润的 处理得很自然 滋润 滋润 滋润不是自然 师傅说 要做出好吃的狮子头 豬肉一定要选用 结实有弹性的前腿肉 夏天的时候比例是六分肥 四分瘦 到了冬天比较冷 所以就变成了七分肥 三分瘦 这样调和起来的肉丸子 吃起来头感才会滑而不腻 接下来打颗蛋 放点去腥的葱跟姜 师傅一边搅和 我也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师傅 这个狮子头据说最了不起的工夫 你就是在它那个柔和摔捏 这怎么… 怎么的 你都怎么样的用法 可不可以教教我 我不太会做菜 清晰晴 但是春的时刻 一定要春的时刻 春的后手 顺时钟 对…顺时钟 它的鱼跟味精 一定要均匀 均匀 均匀 是 这样才可以把味道整个 都融合在一块 才不会有的咸有的蛋 这又是啥 这什么 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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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吃太好了 对… 刺藤那家蟹黄 对… 嘿嘿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看来这趟我是来对时间了 因为师傅说 他现在拼命加进去的东西 可是正宗阳城湖大闸蟹的蟹黄 平常的时候吃不到 这可是秋天才独有的奢华享受呢 眼看这黄澄澄的蟹黄和红彤彤的猪肉 已经均匀地拌在一起了 别笑我手忙脚乱 还帮倒忙 实在是因为 我已经担不够吃了 就这样就好了吗 就这样不断又断两个小时了 这样炖两个小时 对… 慢功出细活 敬请期待 等了你两个小时了 这一颗应该是我刚刚捏的 因为特别大颗 哇 里面有蟹黄 只有秋天才吃得到 真是因为你等了这几个小时 它里面经过长时间的烹饪 已经去油去腻 因为吃起来以后 才感觉它很香味 没错 加了大闸蟹蟹黄的狮子头 果真是吉山珍 还位于一身的代表作 这猪肉扎实的口感中 带有浓浓的蟹黄香 吃了一口之后 我真的很想说 如果没有来到这儿 吃到正宗的羊粥獅子头 千万别告诉人家 你吃过獅子头 接下来该是将我的魔爪 剩下眼前这颗大鱼头的时候了 好嫩 而且它那个醬汁 有点奶油香 好吃 是 这是我们猪蟹黄鱼头 把大骨头都已经去掉了 它是为了便于肉味 便于大骨生用 所以里面找不到骨头 找不到大骨头 这么细腻 这猪蟹黄鱼头 比起刚刚吃的这个狮子头 做工要来得精致复杂多了 师傅说世界上最好吃的大头链 是产至这个长洲的天幕湖 不但吃起来没有草头味 而且这鱼头部分的肉呢 还异常地风鱼 而且又肥美哦 选好鱼头之后呢 就是咱们师傅 展现刀工的时候了 师傅得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取出了鱼头的每一根刺 又要在拆鱼头的过程当中 尽量保持它的完整性 我光是用想象都觉得很难了 我还是别插手 还是来看看咱们师傅的表演吧 好 完成 真的还假的 骨头全没了吗 检查一下 真的耶 都软软的耶 你怎么…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这招学多久啊 我下了这个好几年时间 就是为了下这个成为鲤鱼头 给师傅骂了如何 打了如何 学几年才有办法拆成这样 对… 大概学多久才办法拆成这样 三年以后吧 三年喔 对… 是每个扬州师傅都像你这样吗 都会吗 对…基本上会 三年以后就跟师傅出来就会了 拆个鱼骨头要学三年耶 我呢 就连有底子的扬州师傅 都得学三年耶 我看我大概得花个三十年才会吧 拆完刺了鲤鱼头 接着放到这用鸡汁 火腿 香菇 还有笋片等多种鲜美的食材 熬煮而成的高汤当中 细细惠煮直到这鱼头完全入味之后呢 一道滋味鲜美清爽 令人齿甲流香的好味道 就可以上桌咯 你这猪头每次都迟到 猪头就是猪头 你愿望猪头啦 猪头可能是来得最早的 但是要做出来要只能24小时 24小时喔 猪头 不会吧 这个就这样整颗吃啊 对…整个把它枯掉了一颗 这怎么料理啊 这么大一颗 第一行剖开 剖开啊 对 好 来吧 刚才看师傅裁鱼头 就已经觉得很难了 没想到现在眼前这颗大猪头 更让我完全傻了眼 可是咱们扬州师傅的刀工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只借着师傅拿着一把刀 上切切 下切切 左一刀再右一刀 不好意思 前后短短五分钟 它竟然完成了 煮的纸 好大一张喔 这个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除了一些粗食 过水这样 稍微烫一下 一点点 铺一下 所以你这个是准备要清炖还是 红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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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点油 猪油吗 对… 好 红烧鱼 这么多 一把 对 所以蔥 台湾挺贵的 一斤要300块 对 你放这么多啊 下去煎啊 对 就味道主要是要让它 主要猪头中香 比较多 让蔥的香味 冲到那个猪头的腻去 对… 这什么 这是老抽 老抽就是酱油 对 哇 开始染色了 对… 它那个颜色都 呈现这样子 有点金黄诱人 对… 冰糖 对 这个可以软化焦皮吗 对 有点软化焦皮 很好吃 而且吃起来又有点甜甜的 好 就这样把所有的材料 入去也添加进去之后呢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步骤了 就这样盖上去啊 就这样盖上去啊 就这样盖上去 就是…就是让它在里头 那味道不要跑出来 对… 只要分了一个味道 两个小时啊 对… 好好问一下 请问你哪里最好吃 原来是我的嘴巴最好吃 嘴巴 怎么会吃嘴巴呢 嘴巴怎么会最好吃呢 因为嘴巴竟然地下拱 运动量最大 因为猪的嘴巴一直动 一直动一直动 好 就夹一块 为什么 剩了二十四小时 还有办法这么的Q 而且肥而不腻耶 而且吃起来有点韧性 为什么呢 因为在烹饰过程当中 它一定去油去腻 而且富含掉烟蛋白 你们女孩吃了很有美容的效果 好 这个猪头我包了 吃猪头能够变美女 扬州的三头燕果然真是不简单 光是这猪头 鱼头 狮子头 事前的准备功夫 就得花上了一整天了 花洋菜的精致还有细腻 你还能够佩服吗 下次来到了扬州 除了欣赏这美景看美女 还得品尝一下这乾隆皇 他老人家的御用三头燕 才算是不虚此行 PS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吃猪头的话 一定要事先打电话预定 否则这猪头可是会迟到的 中国大体验 我们总是超级鱼头 就算你跑了天涯海角 也永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啊 我可能在新車上沒有天涯海角 不會吧 天涯海角 沒錯 我們已經來到了天涯海角 中國最南端的城市 三亞 過去許多文人騷客 淚灑天涯路 說這裡萬丈炎荒無密處 聚聚詩池是肅盡無奈被貶關的心情 也倒進了這個中國半途 最南端的南荒原始 即便這些詩池流傳了幾百年 但是… 現在的三亞已經變成東方夏威夷了 這裡就是三亞 三亞是海南島最南端的地方 其實整個來講 也算是中國最南端的一個城市 過去這裡就是中國南四路的 一個起點 而現在這裡已經不一樣了 這裡已經變成了一個非常純熟的 度假聖地 2004年世界小姐在三亞舉行 這個世界逐步的美麗饗宴 搭響了這個城市 夜陵樹影 落日余暉 西白沙灘上 映著旅人衝籠悠閒的步伐 但別以為 三亞的迷人之處僅止於沙灘 太陽下山後的三亞依舊樂情喔 好 我要到市區去 到市區 這車是海南島的那個交通工具 他們因為這邊公共汽車比較少 所以這邊的人都搭這種 三輪車對不對 對 三輪車為主要的交通工具 走去市區 帶我去夜市 海南島的夜市應有盡有 從蒙古 長沙 武漢 重慶什麼都有 連台灣風味都有耶 可熱鬧的耶 不好意思 後面那位大哥 我也是回來看待 才看到你在叫我 不過這台灣風味 小妹我已經吃了20幾年 難得來海南島 當然要吃點不一樣的囉 好棒喔 羊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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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這啥 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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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那個 我要吃那個 那個圓圓的 你吃羊肉 羊肉 羊肉 不然它烤那個特好吃的樣子 很好吃喔 很好吃 我也要吃 高一個麥豆 高一個麥豆 怎麼跑到海南來了 感覺好嗎 不是 這路途可遙遠的呢 沒關係 你來幾年了 你來幾年了 我來四年了 這啥啊 怎麼這麼油 這什麼油 這什麼油 花生油 烤的超好吃 新疆烤饅頭 好好吃喔 它外面酥酥的 然後塗那個花生油 烤進去之後 香香酥酥的 可是裡面軟軟的 然後 它可能裡面 有羊的油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鹹鹹的 好吃 吃得好吃 我是 我很誠實的 這新疆離海南島 哇 可真有段距離 咱們這位新疆哥哥 就是聽說海南島 是個度假天堂 所以抱著掏金夢 千里跋涉來到海南島 不過明瞧 這新疆羊肉串 來到了海南島 都變成了海鮮串了 請問你是心動歌手嗎 心動歌手 對 心動歌手 你們都這樣拖著唱歌啊 對 那唱一首多少錢 那一首個 五十塊錢 五塊錢 五十塊錢啊 十塊五塊錢 十塊跟五塊 對 我也要點一首 十塊錢五塊 那你自己唱嗎 十塊錢五塊錢 我要點一首 老鼠愛大米 老鼠愛大米 對 我愛你 愛著你 愛著你 就像老鼠愛大米 不管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的回憶呢 對著你 我愛你 想著你 不管有沒有什麼問題 只要不要 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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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好 謝謝 您堅稱是這個 三雅夜市第一男歌手 但是我發現了後幾支秀 來 跟各位介紹這位小歌手 來 弟弟 你還在吃石頭 不行啊 我說你是新秀 你要表現出來 來 唱 唱 唱首歌 你要表演什麼 你看 小孩子歸小孩子 才唱挺傷感的 離別 小薇 朋友 天涯 哎呀 這是她的特別的幾首歌 咱們這位天涯小歌手 可真酷的咧 揪著小辮子 可真是有搖滾歌手的架式喔 挪威山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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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你一起習慣的習慣 他唱得好棒啊 你會不會是將來的刀狼啊 好酷喔 你看他好酷喔 年紀那麼小喔 我和你纏纏綿綿 你看…他唱得好可愛喔 你牙齒都沒了對不對 你掉牙齒 他好害羞喔 夜晚的三亞 徐徐飄送的南海吹來的風 悠遊散發這個島嶼的蛻變 曾經這裡是中國難思路的起點 曾經這裡是天涯海角 但是現在這個世界的盡頭 化身成美麗的明珠 閃爍在波光靈靈的南海上 為中國最南端 畫下最美麗的句點 青菜包 黃瓜包 還有這個 三丁包 這個茶柔 正殿之寶就是包子 來的時候別忘記 要吃這麼多包子才算能夠 對不起 我帶來一次 有美麗 有美麗耶 有美麗耶 有美麗 完蛋了 我自己不會吃的 你給來一次 真的 真的 有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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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美麗